我記得我認識你 其實應該是EYT的時候開始 我做EYT因為我選港社 選完港社公司派我去做EYT 但我入到EYT的時候 就知道你是沙灘小姐 我經常都想問你 但這麼多你有沒有問過 你當年這麼美女 身材這麼好 為什麼你去選沙灘小姐 你不去選港社呢? 因為我知道你會參加港社 我都不同屆, 神經病 所以不要跟你鬥 因為我一定會贏 是嗎? 為什麼呢? 沒有, 因為我從頭到尾 都沒有想參加任何選美 只不過我想做娛樂圈的工作 剛好當時無線電視 舉辦第一屆訓練班 我參加 誰知道就不要 不要的人不是我一個 包括符聲不要 米樹不要 黃元申不要 李修賢不要 所以我不是差勁的 好嗎? 好, 兆時覺得 因為很多人報名 很浪費 不如再開一個兆時訓練班 第二次進入兆時訓練班 我有些經驗就錄取了 在那裡訓練了一年 畢業之後又不要 又不要 很可憐 有一年我自己無稅自戰寫封信 去當時的麗的電視 其實是想找一份工作 看看有沒有機會入獄 當時是剛剛第一屆的香港小姐選舉 於是麗的電視有見及此 他就舉辦一個更爆的 叫做沙灘小姐 但因為可能也是太爆 沒有人參加 因為穿比堅尼 在當年來說 其實挺前衛的 挺大膽 當時我剛巧那個階段 我寫了信去 高梁叔收了我的信 於是他打給我 他說我們收了他的信 暫時不知道給你什麼工作 不過我們有一個這樣的選美 不如你參加吧 其實過程是這樣的 但是我在這個體會到 就是說最重要是你堅持 自己一手一腳 向我目標前進而我做到 那我很滿足 沙灘小姐之後 其實是麗的做事了 有做過什麼特別的事呢 第一套參演的劇集 就叫做《東陸》 就是當時最後一套 是黑白的電視劇 但誰知道 我之前在邵氏訓練 是拍電影的 跟電視劇不一樣的 電視劇是一個鏡頭直落 要記好多很多對白 是 我第一天入廠 當時對手是劉松仁 是 他就很好 哎呀 我要不要和你對劇本 我對劇本對什麼劇本 那就不理他 誰知道當晚NG到吐 忘記了 原來不知道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很尷尬 對, 很可憐 但是在這個經驗裡告訴你 機會不是經常有的 只給你一次而已 你不行之後就沒什麼機會 就不找你了嗎 沒什麼劇本了 對, 放進去綜藝節目 做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樣, 沒什麼要做 好了, 當時有一部電影 叫做《社女》 主要就是剃缸頭 我告訴你, 我也是潛圍的 沒所謂 頭髮剃了, 可以生回來的 不是說剃了你的手 沒什麼所謂 但是他可以給我一個女主角 然後給我一個很好的片酬 還有簽幾年約 基於這麼多方面 好啊好啊, 就去拍了 但是因為拍了在這幾道戲裡面 你別說, 我可以買到 我的第一層樓, 首期 賺社女 是啊, 是啊 但是為什麼那時候 這麼多電影拍了 你又賺到錢了 你又要自己投資去做導演 去拍熱狼 聽聞好像沒有錢賺 是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而且學到很多東西 沒有, 就是有理想 想去做導演或自己去創作 去做一個電影的工作 我愛這個工作 我愛我媽媽 但是為什麼跟著我沒有繼續 裡面就像你所說的那一種 就是那個黑暗 是在發行那方面 令我很累 然後就是因為沒有工作 你是不是回去做EPIT了 是的… 沒錯… 就是我認識你那段時間 是的… 印象最深刻就是大白沙 黑仔爸爸那裡 但是那個樣子 那些大顆粒粒的那些 是不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做的 是… 因為為什麼呢 他叫我做這個電影 其實是很生氣的 為甚麼呢 生氣得不得了 他叫我做… 你真是媽媽 但是我長大了 她多少年而已 是嗎 那賈斯洛做 她做我的女婿 她比我還長大 一天 算了, 你這麼介意嗎 當然介意 其實是年輕的嘛 那我怎麼搞的 叫我做這些 那我就化悲憤迷力了 於是就 將它完全變得不是自己 這樣去做 看你們滿不滿意 就是這樣 很多人就傳說 你跟老婆不對 但私人家又覺得不是 那是不是不對 但是你們整天吵架 工作上呢 她是我仇人 亦都是我的敵人 這個是真的 看到她想罵她 但是在工作之下 那就沒甚麼 是 但是你說如果相處的時候 有些大家爭吵 也有的 但是這個是樂趣 那有沒有哪一個角色 你最喜歡的 最懷念的 如果特別 你說叫我自己 叫做喜風一點 或者是想起她 就覺得很好笑 我就覺得是林凱凱 這個完全是我創作的 當時參考就是梁順雨姐姐 說話很可愛的 當時參考是方太 兩個融合了她們 是 一手一腳 各位我是林凱凱 因為現在看起來 覺得很可愛 對 很濃烈的教人煮東西 真是很好笑 可以做一個老林凱凱 我又不覺得我老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你接著就回到亞視 那時候叫做亞視 是嗎? 大家都知道 你那時候做了一個 今天看真點的 有很大的迴響的 報道性的節目 但其實她和你以前做催劇 演戲的角色很不同 真的有做一個主持 又做得非常出色 其實那個感受是怎樣? 做這個今天看真點之前 都做過幾個項目 是做主持的 譬如叫做香港什麼都有 香港古惑檔案 其他的 那些OK 就正正式式是一些節目的主持 但今天看真點 她在廠的時候 就是一個主持 但整體來說 其實是一個記者 當時其實是很大壓力的 一早就拍外景 晚上現場回去 立刻現場直播 如是者很多年 當中很痛苦 那就是怎樣呢? 譬如那天出去外景 那裡有一宗血案 我會一早就蹲在人家門口 叫你自己親自去嗎? 當時 對呀 開始的時候 那你去蹲 蹲四、五個小時 敲門 求求 又被人罵 又問候親戚 問候娘 問候全家 然後又找到櫃 特別是有一次 哇 她一個 我一出電梯 去那個自發單位 哇 臭到 臭到那一輩子都忘記不到 就是屍臭 這些經歷 我不是打算做這些的 是嗎? 可能是當中 有很多的壓力 在那裡 我不知道 也沒有在意 沒有去宣洩 潛在了 令到我的情緒 所以可能是有一個問題 拍完 今天在真知之下 就做另外一遊戲節目 那時候就被一個報警板 就拍中 那個腦 然後就 發覺你有情緒病 那次意外 不知道有事 以為一個 照過腦沒有碎骨 沒有瘀血 以為皮外傷而已 這次過了一段時間 她開了一個新的節目 天天不想回 做節目的時候 對著觀眾 就覺得他們每個人都很討厭 很貪心 導演監製在旁邊說話有什麼 很煩 完成了之後 就開始 爆出來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 就睡在家 就睡了一年 去到有一次 曾志華 他找我去做電台主持節目 我告訴他 我這個情況 就是不想動 不想做 於是他就介紹我 去一個心理學家 但當時我還沒去 但當時我還沒去 因為我都不知道我是病 再過一段日子 就在一個廣告 我之前接拍了 錢也收到 他每年都要拍 去到那個階段 他要拍 我救了 驚訝不得了 我不知道怎樣跟人說 我不想去拍 一直拖一天 到明天要拍 不行了不行了 我突然想到 燈一聲 我要去求助 於是立刻打電話 給這個臨床心理學家 他立刻轉介我 去給精神科醫生 精神科醫生 就對我斷症 他說 原來我是有病的 你是患了抑鬱焦雷症 他還給了一個 很有信心 就是有得醫的 也會醫得好的 很明顯 你吃著藥 跟著他的輔導 兩個月 三個月 原本你不願意外出 也會外出 不洗澡 不擦牙 不洗臉 也會洗澡 看見自己有進步 於是更加有信心 就一直在康復 但你有沒有覺得很遺憾 就是那段時間 直到現在 你都沒有回到幕前 如果現在這樣回到 我又不覺得很遺憾 我覺得天空 每個人分配不同的工作 到了那個階段 可能他們有一個使命給我 要為社會做一些事 找到多少錢 一天 很難告訴你 一天你不想告訴你 你不想告訴你 不怪訪問人 你今天看真點嗎 現在叫你來 你的優點是永遠都拿出來 就是我們去華一的時候 你真是很容易下鼻 你在你病的期間 當我一知道 我都不知道怎麼幫你 你瞇瞇 我真是很漂亮 你怎麼會哭